我尋找 我的天啊 我們會看到 如果有事發生的話 就叫警察去找你的窗戶 《怪怪屋》同樣是大人不在家 小鬼當家時發生的故事 抓到東西 抓到東西 然後吃東西 在《萬聖節》前夕 迪傑和好朋友胖瓜 發現賣糖果的女孩珍妮 走進《怪怪屋》的實地範圍 《怪怪屋》外表 看起來就像一座會走動的住房 樹幹是手臂 大紅地毯是他的舌頭 大門代表嘴巴和牙齒 還有眼睛恐怖極了 為珍妮配音的是斯潘賽洛克 迪傑觀察對面的住房 已經有一陣子了 他目睹這個房子生吞活人 所以如果我們不能在日落以前 找出反制《怪怪屋》的法子 那麼許多小朋友可能就會被吞掉的 《怪怪屋》雖然以真人表演為動畫基礎 卻沒有真實的場景 如何運用科技來捕捉演員的表演 這是一個挑戰 特別是在沒有場景的環境下演戲 我認為這三個小演員幫了忙 因為他們根本就以為自己在玩爽 導演吉爾也像個孩子 我們經常混在一起 他相當酷 導演吉爾肯南 掰出一套屁邪的規則 第一條就是別去惹鬼屋 要知道鬼屋堅守自己的地盤 如果你踏進它的門檻 你就會被吃掉的 為胖瓜配音的樂娜 在電影裡領教了《怪怪屋》的厲害 電影很有趣 我想大多數的大人和青少年 應該不會被嚇到 不過動畫相當恐怖 有些人恐怕會緊張到喘不過氣來 包括我在內 所以千萬不要小看《怪怪屋》 它恐怕會讓你嚇得固止一跳呢 我回來了 節目一開始 我就和大家聊到了藍天白雲和夕陽 接下來我們要去密蘇里州的聖路一室 認識一群年過半百的女人們 她們雖然已經到了夕陽西下的年齡 卻依舊充滿朝氣 她們的打扮更是非常有特色 誇張的紅帽子 配上耀眼的紫衣服 我們中國人總是說 三個女人一台戲 那麼三千個女人聚在一起 又會怎麼樣呢 六月八號到十二號 秘蘇里州的聖路一室 變成了一個紅色、紫色和粉色的世界 紅帽子會在這裡 召開2006年的國際年會 這個什麼都不做 目的只是開心玩樂的協會 居然是一個全國性 甚至國際性的組織呢 總部在美國加州南部的富勒敦市 這個組織的特色之一 就是全部會員都是女性 而且絕大多數是50歲以上的女性 而她們最顯著的標誌 就是她們的穿戴 一色耀眼的紅帽子和紫衣服 紅配紫 不和諧的色彩 卻是一個強烈的宣言 這故事要從八年前的一頂紅帽子 和一首詩講起 蘇艾倫是住在加州的藝術家 她畫插圖和壁畫 八年前好朋友琳達過生日 蘇送給琳達一頂大紅帽子 還配有一首詩 當我成為老女人時 我將穿紅戴子 儘管她們並不搭配 琳達很喜歡這首詩 和那頂紅帽子 於是蘇給其他女朋友 也送了同樣的生日禮物 對她們來說 不搭配的紅與紫 象徵了一種自我的解放和自由 不再去在意別人怎麼看你 紅帽子會就這樣誕生了 我最初的想法就是有五個朋友一起玩 沒想到我們的樂趣 那種女孩子在一起唧唧嘎嘎地笑 小女孩裝扮成大人的東西 會對這個年齡段的女人們 有這麼大的吸引力 紅帽子會的吸引力有多大呢 看看她幾年裡的發展速度就可以知道了 從1998年4月正式成立到現在 她已經蔓延到全球30多個國家 有數萬的會員 而美國國內呢 紅帽子分會已經遍佈全美各州 多少次啊我不得不掐自己 問自己這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一切發生的這麼快簡直勢不可擋 有的時候不免讓我們困惑 想一想現在我們是在聽很多女性講話 身為三個孩子母親的薩布里納·康特拉斯 原本是有十幾年經驗的女企業家 在六年前加入了紅帽子會 她負責市場推廣 讓我感興趣的是紅帽子會所傳達的信息 就是為女性做事 改變人們對年老的看法 享受生活樂趣 年紀大了有時候會讓人抑鬱 可是在紅帽子會裡 你就不會感到抑鬱 你會很開心 會交很多新朋友 我把它叫做女人們的遊樂班 我喜歡用一個詞來形容 暫停 休息 就是說我們不做任何事 只是玩 我想生活中每個女人都不太容易做到這一點 在這兒你就好像得到了許可證 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跟女朋友一起玩 我們一直過著忙忙碌碌的日子 撫養子女做好妻子 同時忙於自己的職業 突然一下子 有這麼個地方可以讓我們自己享受一下生活的樂趣 看上去很簡單的事情 可是對我們是非常了不起的經歷 在紅帽子會裡有兩種色彩搭配 紅帽子配紫衣服 表示你年過五十 五十歲以下的呢 就要穿淺紫色衣服 戴粉帽子 紅帽子會實行一個有趣也很特別的做法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皇家頭銜 每個分會的負責人呢 叫皇后 王后的助手叫父后 除此之外 所有會員都可以隨心所欲的 給自己起一個皇家頭銜 目的就在於開心 和做自己童話世界裡的人物 所以越是可笑和大的嚇人的頭銜 就越是受歡迎 這是珠寶公主 我有很多珠寶 衝一搖 搖一搖 搖一搖 快來快來 感觉很好啊 我们今天晚上要大笑 过后呢 你会感觉到很好的 第一件事 我要告诉你 小孩子每天平均要笑400次 我们成年人呢 把它就剪到了十次 十五次 所以啊 我们今天晚上要大笑 你可以叫他乔安娜 也可以叫他麦克星博士 这完全取决于 你见到的是他的哪一面 有二十年表演阅历的麦克星博士 真名叫乔安娜 奥根斯坦 生长在俄亥俄州 这个社会啊 通常是把年过50的女人们忽略掉了 很多人不知道该拿我们怎么办 而红帽子呢 会就是告诉这些人 我们有我们的生活乐趣 我们很开心啊 它 foi finally turn to have a lot of fun